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全民疯抢流感疫苗 那么公费流感疫苗才开打短短10天 全台湾已经施打了273万剂 并且去年同期增加了58万 民众还是非常的踊跃 那么现在疫苗也变得很珍贵 那么基隆市一家诊所就传出了 因为民众的身份证字号开头 不是代表基隆的C就拒绝注射 要当事人回到他的出身地去施打 引发了争议 对此基隆卫生局就定调了 诊所的做法并不恰当会辅导改善 虽然说没有民定不能够跨县市施打 但是仍然秉持基隆市民优先施打原则 保障市民权益 说现在卫生局有规定 要不是看户籍地 是要看身份证字号的开头 明明户籍地就在基隆 带着儿子到诊所想要施打公费流感疫苗 却因为身份证字号开头是A 不是代表基隆的C而被拒绝注射 民众被要求回到出身地接种 引发争议 诊所门口贴出公告 写着提供市民接种 而且每日限量供应 基隆市卫生局说 应该是公告字眼引发误会 诊所做法并不恰当 机关书也表示 目前并没有禁止跨县市施打的政策 只是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公费流感疫苗5号开打 就出现了强打疫苗的现象 开打10天 全台已经施打了273.5万剂 相较去年同期的215万剂 增加了58.5万剂 而基隆依照全市人口总数 37万的25% 今年总共采购将近10万支疫苗 开打至今也已经施打超过4万多剂 将近去年同期的两倍 深怕市民自己不够用 基隆市卫生局采取市民优先 以及限量原则 如果我不限量 双北人口数都非常多 他们只要一点点人 我们这边接种 其实我们疫苗很快都被打光了 为了维持社区防疫水准 保障市民权益 基隆市卫生局才会从13号开始 优先让基隆市民接种 卫生局会分批即发通知单 给资格符合的对象 民众可凭通知单和健保卡注射 符合资格 但还没收到通知单的民众 成人只要带着身份证 幼儿夹带户口名簿或儿童手册 就能顺利接种 记者蔡志恒 吉隆报道